穿那件東西代表你個人的靈魂 你穿上去也一定有原因 卡片那裡我是有設計師 有藝術師 有造型師 也有組織師 我最喜歡都是設計師的身份 設計皮具 設計衣服 相對容易過造造造型師 因為造造型師的工作 我要跟很多人溝通 我不喜歡交代 現在西裝這種風格 是以前50年代的 美國當下大學生的風格 我選了一件 是50年代的 這種襲衣 就像人造師 這幾天經常看Woodie Allen的電影 多過年代的東西 這樣會影響到我今天出門口的打扮 對衣服那麼有要求 就要數回初中草皮褲的時機 我很容易做好沉迷研究一些東西 中一已經草皮褲了 我用盡量全力 買一件可以穿到十年的東西 我留在這裡的十幾件 全部都是獨當一面 1940年代的馬皮皮褲 很多東西都會有 背部是最經典的款式 相對容易搭配 因為它的性格沒那麼強烈 馬皮的勁紋 是會很粗和很幼 那麼這些位置 就很滑 材皮是什麼 它會把生的滑度放在前面 粗紋一點就通常做手臂 或者假底位 紋路跟牛皮很大分別 我們盡量追求最自然的風貌 其實很罕有 因為我買的時候 應該最花得多錢應該是一些件 狀態太好了 差不多兩萬 對 我想一萬多兩萬 價錢可以反映手工的其中一件事 但是它不一定是定律 這兩件馬皮的50年代或者這件 我想我想可能十年才會遇到一件 我是兩邊腦 好像分裂做設計 是經常看著數字 做藝術始終都是最開心的 因為藝術是可以沒有功能 甚至沒有原因 可以單純紀錄一個過程都可以 所以是最好玩的 這個設計師 我可能是失敗了一半 譬如好像這個 我想有一個很有肉感的袋 是一粒金屬都沒有的 還有我用了兩隻皮 我有軟皮和硬皮的組合 我賣了那些貨物 其實都是沒什麼利潤的 其他各個身份是用來養我藝術家的身份 設計師和工藝人的身份 對我來說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我又不同一般那些疲勞 就是一下子就會拿把刀出來走著做 那我又不是純在電腦畫圖的設計師 可能介乎在中間 所以兩邊的東西我都想做到 在每年校光裡 像國紀錄 詞нов 聖曲 阿誖 誃 EPA